那到底好不好用 我觉得就是自己用了 那你也可以找一个 觉得更好的行车机 不过找来找去 这个是我用的还蛮久 我把它放在车上 所以如果你有些旧的手机 实际上还不知道 拿它来做什么的话 你干脆就把它拿来当行车记录器好了 它的好处是 设定好之后放在上面 它就一直 它会一直循环嘛 然后反正就是说 你启动的时候 它就是启动它一下 它就帮你一直记录了 或者说你本来有行车记录器 你要补一些画面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来做 其他还有像 如果你缺手写 手写的相关的那个输入法 这边也有 还有像U-Buy 就我想应该 如果有在起U-Buy 应该也会装 还有像什么台北等公车 国语字典 像天天动听 这个我想刚刚有特别讲到 也就是说你要去播 一些音乐的话 我记得它这里面还有所谓的那个歌词 会帮你同步的一些相关功能 另外还有像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应该也是必备的 只是说有一些手机都已经把它内建了 其他还像火车时刻表 如果你有搭火车 或者是什么呢 像我们 我经常会跑国道 告诉公路的时候 那我想要知道哪里有塞车 或者哪里没有塞车的话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我其实只要上国道之前 我都会先看一下 路况 有没有 或者你打一个路况 好像都有 一上去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在塞车 这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这个应该在我的手机里面 我看一下 应该就在这边 路况快一通 那打开来之后 这边有个国道 其实我就把它打开 先看一下 路况总览 比如说北部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塞车 一看一目了然 所以就比较不会塞到 像目前 这个是一高 一高的南下 这边有 就是红色是严重塞车 橘色是有点点塞车 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那旁边这边高架 所以有的时候 这边塞车 那我就走高架 就可以避开那个什么 塞车路段 非常好用 尤其像有时候去 去宜兰的时候 六日我一看 哇塞车算了不要去了 不然每次光塞在车阵里面 真的是哭笑不得 真的你也不知道该 你就等嘛 尤其过年过节也是一样 我常常就是 先出发前 先看一下路况 免正的哦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如果前面已经在塞车了 你不要在那边凑热闹 你就先下去 休息站休息一下 等到 本来红色的变成橘色的 你就可以出发了嘛 反正橘色到 可能到那边的话 也许就变成黄色了 这样不是省时间又 这个就是 就是还可以省油了 不然的话塞在车阵里面 那当然除了说 它这边有国道之外 有北区中区南区 所以其实如果你到中南部也是一样 点进去它就自动下载 稍微看一下 如果一高塞车就走二高 二高塞车就走一高 两边可以 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有放 我觉得除了国道之外 这边还有什么呢 一高 这二高是机场 二高是三号 四号等等 或者是说呢 你们走会走六四 比如说到那个 到巴黎 板桥巴黎等等 有没有塞车 其实这边也有 或者是说在台北市里面 像市民高架 市民高架里面 有没有塞车 或者怎么样路况 像这边还有什么呢 摄影机 有的时候可以把摄影机打开来 摄影机就看到了 现在在路况怎么样 那诸如此类的 其实这边通通都有一些 我觉得 有的时候副驾驶 也要稍微学一下 那像 像有时候我都会叫旁边 你帮我看一下 不然你一边开支一边 看路况很危险 所以可以 假设你是在旁边副座的人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经过哪里呢 经过市民高架 像市民高架 这个时候应该会 可能慢慢要塞的 那市民高架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塞 有没有 这边有时速 这边有时 那如果不知道时速 这边有照摄影机 摄影机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一般画面 正常的话 就会载入进来 然后有相关的画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塞车 没有塞车 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走 不过这一只摄影机 现在好像有点 暂时罢光 反正应该理论上看得到才对 好 大概会有这个 我常用的这个路况 跟交通比较有关系的 另外像什么远通电收的议题 这个远通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看一下 你大概要付多少费用 可以先看一下 其他还有像看电影 或者是吃东西 实在方便 这些的话都跟生活应用 还蛮有关联性的 所以这边 如果你有一些没有用过的APP 那我建议 各位可以试试看 记得 你们等一下 如果要开启这边几个方法 不然你就从电脑下载之后 再放过去 或者是说 你要打开的时候 记得不要用内建的浏览器 我建议你 他会问你说 用哪一个来开 建议用Google浏览器 开启之后 再来安装 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这个是生活应用类的 那我再看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像办公室应用 这边的话 有一些像PDF reader 就是如果你要PDF 读取那个PDF档的话 那可以装这个Adobe的 他这个也是免费的 另外还有像录音机 你的手机要变录音机的话 那我其实APP里面有很多 我这边提供给你 叫Easy Voice Recorder 这个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Office 如果说你Office 要可以开启 当然是免费版 但如果说呢 要怎么样呢 要那个 要编辑的话 那你必须要是注册版 那刚好 好像这里有 这个好像是学生给我的 这个当然 不小心放在这里 OK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同学 可以个人行为 OK 那其他还有像这个 有个叫Team Viewer这个 这个Team Viewer 这个是什么用途呢 这个Team Viewer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怎么说 如果说你今天 有需要 从你的手机 去遥控 某一台电脑的时候 Team Viewer 就可以达到 达成 你想要做的 这个Team Viewer就是怎么样呢 你在被遥控那台电脑上面 装一个什么 装一个Team Viewer 的软体 然后呢 启动之后 它会有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ID 就是它的号码 跟它的 跟一个密码 那你连接过去之后的话 你只要打上那个 它的ID 跟它的密码 你在手机里面 就可以看到 那一台电脑 之外 你还可以遥控它 所以有的时候 出门在外 三不五十 我需要看到 比如说公司 或家里电脑 的资料 一直我忘了带 没有关系 可以用Team Viewer 远端就可以遥控了 而且它还可以从 电脑里面抓资料 到手机过来 两边也可以相通的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可以把 这个软体给装 装起来 叫Team Viewer 那Team Viewer的话 它分成两个 不一样的版本 你要被遥控的 就是比如说你电脑 这边可以搜寻一下 你要被遥控的 请你装 这个Windows版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一台 我希望 被遥控的话 那这个部分 必须要先去下载 不过这个软体 是免费的 你非常用途 免费的 电脑本身要装一个 另外的话呢 手机里面呢 你也要去找一下 就是也是Team Viewer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我们的Play商店里面 去找找看 找那个 手机端的那个 Play商店这边 可以找一个 那个Team Viewer 也是一样 那我印象中 我电脑那个 已经有装 装了这个 叫Team Viewer 远端 遥控器的版本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有一个远端遥控 你就把这个装起来 这样可以达到什么 手机 遥控 电脑的目的 另外 当然呢 如果你电脑 要遥控手机的话 其实 好像也可以 不过 它好像会挑 版本 挑手机的 挑手机的厂牌 有些厂牌 可以借由电脑 去遥控 手机 但是好像有些会挑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当然你手机 要遥控电脑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特别重要 以后如果你这种需求 就是 你的手机 要遥控电脑的话 记得就是在 电脑里面 下载这一个 这个是电脑用的 在手机 装一个 将来就可以 遥控 你的 这个 电脑 如果有兴趣的东西 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个 没有几个动作 把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两类 一类是 这个 我常用 APP里面的 生活应用类 跟办公室应用类 里面有这一些 可能会比较常用的 那另外还有像 名片 这个 扫名片的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 自己玩玩看 OK 这边的话 听view 好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 试一下 如果说 你不见得 一定要从 我的那个 云端上面 去下载 你也可以在 Google Play里面 打上 一样的名称 一样可以 找到 理论上应该 大部分 这个都是 从网路上 下载下来的 那我只是 把那个 安装在我 手机里面的 那个APP 再把它备份出来 然后做一些整理 做一些整理